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緊接著要進行的項目是新海爭霸2了 今天為各位請到的賽評老師是阿法老師 聽說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法 是的 那我們首先還是要先來回顧一下 新海目前兩組的戰績囉 首先看到的是這一組有台灣重亡的這一組 又號稱這一組還好 比較不算是死亡之組 算是危險之組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灣重亡 目前是拿到三分的大分 那接下來看到新人曼巴的部分是拿到一勝兩敗 而在納豆這邊是一勝兩敗 Daisy的部分是兩戰全勝 Fist今天要上場喔 目前是一勝三敗 接下來齊多這裡是一勝兩敗了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組 這個才是真正的死亡之組 我們來看到燕這裡拿到了兩勝一敗 Chick今天即將會上場 目前是兩戰全勝 在十年的部分是一勝兩敗 雷雷的部分要多加油啦 下一次他上場便當我包了好不好 好 目前還沒有開湖 加油 那Haz的部分是兩勝一敗 AK的部分也是兩勝一敗 馬上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組對戰組合了 這個才是貨真價實道道地地的韓國人啊 剛剛我們SF閃電狼的Libra 那個是偽韓國人 這個才是真的韓國人 是來自於華裔Spider的Daisy神族選手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位呢 這位非常可愛的Fist 又號稱華裔Spider太上皇 坐擁華裔Spider六宮 左樓右抱 這一位蟲族選手呢 又別稱6K 歡迎他囉 現在壓力應該是來到Fist這邊喔 因為目前只拿到一勝300 要多加的加油了 神族對上蟲族 到底要怎麼打呢 第一回合使用的地圖是 宇宙終極戰 對 這張地圖很有趣啊 這張地圖是有四個點位 但是呢 雙方一定會出身在對點 那根據地圖是哪一個對點呢 就會有不同樣的戰術打法 不同樣的組合 這是一張蠻有趣的地圖 而且這個地圖呢 還有兩個離島 離島礦區 對對對 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點位 右上角藍色的重組選手 這是Spider戰隊的Fist 對 而左下角紅色的神族選手 這就是Spider戰隊的Daisy 是 那說到這個導礦啊 剛好我們這個左上右下點位呢 就剛好是可以利用這個導礦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啊 就我們OVITO帶到了 在左邊 這邊有個導礦 重組右邊呢也有個導礦 看看要不要按個Z或Shift Z 你可以把這個鏡頭放大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導礦跟組礦之間的距離 到底有多近了 哇 其實真的蠻近的 可是早期呢最容易去導礦 開礦的是人竹 對對對 蓋個基地就飄過去了 這個都限制不了啊 煩都煩得要死 那只要這個主堡蓋好直接升起來飛過去就行了 對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還可以帶著6隻SAV過去 對嘿嘿嘿 這個其他總共是做不到的喔 是 好在這裡我們看到 前期大家呢還是一樣 是一個很正常的流程 並沒有什麼太奇怪的事情發生啦 對兩邊都在 目前都在補公兵 那看看神族這邊 好這邊是選擇一個兵營開局 然後這樣的話 應該跟Fish所預料的差不多 因為今天在上廁所的時候 跟Fish稍微聊了一下 他說這個Daisy他一定會使用兵營開局 然後是兵營壓我 喔真的嗎 對對對 所以他今天是有想過的 是有想過的 然後我們看到在Fish這裡呢 他也是先放下了這個第二個主堡 然後王蟲正在往對方家飛過去 這邊剛好看到 初來打醬油的探測機囉 在神族的家裡呢 這個第一個瓦斯場是已經建造好了 馬上拉三隻工兵進行開挖 早期目前還是說都是一個 還蠻正常的開局 對 因為重打神基本上 早期不太會進攻啊 神族除了放光炮以外 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進攻手段 也有野兵營啦 但是真的是太少見了 那重組如果要放大招的話 對重組來說實在是太虧了 所以也很少看到重組在放大招 所以早期的開出狀況還蠻穩定的 可是現在由於兵營開局 所以神族這邊是擁有一個 比較好的主動權 結果是在6分鐘開門的timing 看看神族要怎麼壓吧 好我們看到第一個 Daisy所選擇的是狂戰士 是 看有沒有照出來 好 有照出來的樣子 那這樣的話 對這樣的話就稍微慢一點在開框 因為有些選手他們會比較偷一點 就是我這次狂戰士呢 蓋完的時候趕緊取消 取消完之後我的2基地是可以早點放 那這樣的話大概可以多個 我想一下大概多個2隻公兵3隻公兵左右 經濟會好一點 是 這邊我們看到重組是已經先出了4條狗 要來到神之家裡進行一個小騷擾囉 對 過來探查一下 4條狗過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是家裡的母劍核心就快要出來了 應該是賺不到什麼便宜吧 對 這還好 其實就是你就上去繞一圈啦 如果你真的要繞的話 因為你上去的話大概就是死個2條狗 可是有這樣的一個心理準備 應該 看這幾隻雞都回不去了 這邊是死了一隻 因為狗的速度還算快啦 所以如果你去繞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繞出去的 哎唷唷唷 這邊被弓兵咬死一個 是 哇 這邊又被狂戰士打死一隻 哇 這只剩下幾條啦 只剩下1條狗而已喔 然後後面是持續再爆了8條狗 他準備對2框進行一點壓制了 不過看來是沒有辦法成功啦 因為我們看到建築區是已經蓋好了 那目前回到FACE的家裡 我們看到狗住是提升到一半 對 而且是4個兵營喔 基本上看一下 FACE有沒有看到4個兵營 沒有看到4個兵營 不過預期阿 因為今天也跟我講過 預期對方會4個兵營前壓 所以基本上也還好 哎唷 又爆了12條狗 這麼早爆了這麼多條狗 他要打一波啊 他直接咬穿對手啊 我們看到這邊探測機在外面 是放了一個野生的水晶 但已經被狗狗發現了 所以要被拆掉了 對 先把水晶咬掉 這個咬得非常不錯 這波要鎖住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看到工兵數量 目前停在27隻 這個非常傷經濟喔 狗住是已經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要怎麼樣應對了 那我們這個探測機呢 是趕快又來到重組的3框這裡 偷放了水晶 是 但是又被找到了 又被找到了 所以是剛剛壓制度低跟水晶之後 然後選擇直接開礦 喔 第二根水又被咬掉了 哇 這樣子完全是沒有任何的 潛壓的一個能力了 我們現在來神毒選手 而且我們看到狂戰士 剛好是卡在這個金礦的縫隙 在死前呢 還是非常忠忠善戰的 殺了很多條的狗 對 正現在這麼多條狗 我們可以看到 他現在只要再把前面這個工兵給抓掉 基本上已經是屬於高等無誘的狀態 後面又出了 已經開始在刷工兵了 因為自己知道前面已經 已經壓制住對手 對手已經不太會再給他壓力了 我這邊看到探射機再接再厲喔 在更遠一點點的地方 又再一次放下了水晶 這邊傳了兩隻狂戰士 對 這邊直接咬掉 唉唷 不錯喔 不錯喔 這樣子的話 神毒選手這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潛壓能力啦 對 我看後面好像是要直接轉型成一個三不朽嗎 喔 我們看到的這個VR機械製造廠 是已經快要完工了 而在重組的家裡蟑螂繁殘廠不但是蓋好了 已經開始生產蟑螂囉 這邊又爆了蠻多的狗欸 是 他應該是要直接再進行一波壓制喔 因為這種通常對手如果前壓 然後失敗 這種是兵營開局 然後又前壓又失敗的情況之下 對手想要... 神毒選手這邊想要打一波的可能性很大 哎呀 果然啊 這邊是直接加速我們的不朽 要直接再打一個不朽一波 後面又補了三個兵營 是 重組是選手... 對 重組選手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呢 我覺得應該是有意識到 因為他看到有沒有 沒有開礦 第一個沒有開礦 第二個就是他看到 不斷的有水晶要一直放下來 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這代表神族其實是很有侵略性的 是 他不斷的想要進行一個 不管是騷擾還是前壓 他總是有一個進攻的慾望跟意圖 對 所以FIX這邊是直接爆了大量的 已經開始直接爆這個蟑螂出來了 而且哎呀 聰明啦 直接升埋地 是的 這邊我們看到FIX投資了一些瓦斯 在提升蟑螂的一攻 還有蟑螂的埋地 其實這個埋地是全體都可以用 另外蟑螂的提速也是在升級當中了 那回過頭來我們看到Daisy的家裡 因為野煉場完成了 馬上來升級陸地附隊的一攻 家裡也轉出了傳出橫進 是想要來進行一個空投嗎 對 應該是要來個空投 然後順便打一個雙線做騷擾 但是FIX這邊由於 哎呀 現在在 現在監察王蟲進來是對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太慢了 因為剛剛FIX有沒有 他其實是不太確定 對手到底有沒有要有一個前壓的意思 因為他沒有把王蟲配進去 所以他之前又補了大概10隻公兵左右 現在導致他的兵力有點不足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57隻公兵 26條狗 7隻蟑螂 擋這一波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剛剛OV很可愛 還有幫我們帶到的時候 有一隻王蟲偷偷跑到 神族後面的島礦上去隨地變逆了 對 這個怕對手在這邊 拋開框 不用傳出人進行 超車的把這個探索機載到那邊 不過現在我們看到已經正面進攻了 對 我們剛剛這個時候 埋地就顯示出他的珍貴的價值啊 拖住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這個立場完全沒有任何用途 是的 沒有說 今天我們也沒有帶著小眼睛 這邊有點小吃虧了 對 欸 這邊是開始打了嗎 小眼睛來了 小眼睛來了 哎呀 來了來了 哇 但是這波反而被打得虧不成軍 重新到這邊 還有好幾條蟑螂在爆 目前有18隻在場上 有9隻在軟的裡面 但是哇 被隔太慘了 我們這哨兵的數量還蠻多的 對 而且這個地形啊 非常非常的狹窄 對蟑螂來說並不是很有力啊 老拖工兵出來擋贏了 好 立場再隔再隔 然後再加上這個緩球 慢慢就變成沒有什麼攻擊能力了 是 這波擋得住嗎 不朽還有蠻多 還有兩隻呢 立場倒是放得差不多了 好 我們看到後面有繼續人在船追獵到前線 但至少呢 我們看到神徒這邊是把不朽保存得不錯 對 就主要這兩個不朽活了下來啊 好 現在我們看到 Daisy的人口跟Face是差不多的 這邊放了一個立場的 阻擋Face主礦的蟑螂下來喔 對對對 這樣就很難做包夾啊 而且我們看到Face的二礦主堡已經紅鞋 剩下的鞋量已經不多了 對 這邊要趕緊再做包夾了 這時候已經沒有立場 好像只剩一把 好像只剩一把嗎 還是這麼... 但沒關係 我們看到這邊蟑螂的數量也不多了 對 現傳 現傳 再傳兩隻哨兵 再換還有三把立場 好 最後要一波來包夾嗎 欸 蟑螂呢 蟑螂在樓上 他打住了 哎呀 只剩這麼少一點蟑螂 太可惜了 而且剛剛Daisy還蠻緊急的 趕快把一隻布九載上來 但還好我自己寫除了 馬上下來繼續開攻 對 好了 這上來就慘了 上來這個主框就掉了 主框就掉了 啊 這樣的話非常可惜啊 最後還是守不住啊 恭喜Daisy這邊是1比0 領先於對手 Face 是的 恭喜了 雖然說在賽前 Face是已經有預料到 Daisy的一個戰術走向 很可惜 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第一場做韓P的晉級 對 因為我覺得在 應該是他沒有 他沒有即時做好 Daisy下一步的一個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他前面小狗進獄 小狗在前面繞 他壓制住Daisy第一波進攻之後 小狗一直在 二框門口前面繞 確定一下對手的一個 有沒有在打第二波的一個意圖 或是直接從家裡面推出去的意圖 但是呢 所以他壓制住之後 他後面就直接補攻兵 但是他卻沒有把一隻王瞳往裡面飛 非常可惜 如果他早一點把一隻王瞳往裡面飛的話 他的 因為他後面又因為這個偵察 他後來再補了大概十幾隻攻兵 這十幾隻攻兵 如果變成十幾隻蟑螂的話呢 那第一波壓出來 不久壓出來基本上是可以守住的 那所以很可惜啊 他這個第一波偵察的時間是 稍微慢了一點點 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的 沒有關係 而且還好是一個BO3的賽制 馬上來看一下下一張地圖 這邊FIST已經做出了選擇 他選擇的是勢中研究站 對 馬上就要在第二回合開打囉 是 勢中研究站是一個比較適合 蟒蟑螂的一張地圖 因為他的二礦處有一個石頭 你可以從側面去繞 如果你蟑螂控制好 你把蟑螂拆成兩邊 然後能正面頂一下 後背面頂一下 可以去有效牽扯 這個神豬的部隊 就看看這一場 這個FIST要怎麼樣來發揮了 好 兩邊選手都已經準備好了 馬上就要展開這個第二回合 來看一下FIST能不能守住賽幕 這個真的要加油啊 這邊似乎還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請大家耐心的等候囉 那我們的下一組是CHEK 打十年重足的內戰了 在這邊首先要恭喜CHEK 在WCS AM區的比賽 就是昨天早上打的對不對 昨天早上六點打的 然後最後CHEK這邊是小組定 第二成功晉級了 對 他跟太甲同一組 但是很可惜他沒有跟太甲交手到 他一開始是2比1輸給一位 美國的人類選手叫Neeb 然後後來他輸掉以後 在敗者組遇到中國選手 中國大陸的選手Top 一波狂魔Top 然後以2比0擊敗了Top之後呢 最後在最後一場比賽 是2比0逆轉 應該說復仇 成功 復仇成功 這個打敗了Neeb 最後是以小組第二名的成績 晉級我們AM區的16強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市中研究戰 首先在畫面上面是一個藍色的蟲族 藍色的蟲族選手 這是Spyder戰隊的Fist 6K 泰上皇選手 左上角紅色的神族選手 這是Spyder戰隊的Daisy Daisy 我也特別去調了一下他的成績 他的ELO在一個叫做Aligulac的網站 就是一個專門做統計的網站 目前是1426分 而Fist的成績比較差一點 這只有103分而已 對 那在成績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Daisy其實打蟲族他的 其實勝率還是蠻高的 有59.25% 那這個是統計在於 這是統計什麼 是統計他所有交戰過的一個 比賽的一個對手的一個成績 對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你會看 哎呀 這個為什麼 第一名排名層前面的 打蟲族選手的勝率 也是可能59% 那是因為他的對手 也是比較強一點 好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蟲族 又是一個裸霜的開局 而在神族的這裡呢 放下BG之後 再放下瓦斯場 瓦斯場是已經完成了 也成功開始開挖了 對 又是一個兵營開啞 難道他要再打一場 士兵營的前壓嗎 嗯... 這個要考慮一下囉 因為前一場的Face 是非常有效的 是把他的士兵營給破解掉了 但雖然他第二波是沒有擋住啊 但是第一波士兵營被壓制掉以後啊 Daisy就要思考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換個戰術 我要不要再... 轉換一下 要不然如果再被破解掉的話 然後如果他繼續教訓這場 偵查得早的話 那說不定這場就有可能會輸掉 所以要看一下我們 Daisy要怎麼樣做選擇的 好的 一樣是第一支出了狂戰 而且沒有取消狂戰往外走了 好 馬上就要開二框 我來看一眼 基本上現在還看不太出來 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啊 Face這邊還是一個 比較正常的一個開局方式 出口開 看到跟上一場一開始的流程 簡直就是一模一樣 重租裸霜 放狗池 狗汁好了之後 出媽媽出四條狗 然後也是開始提升狗速 那狗狗就往對方家跑 而在Daisy這裡呢 先兵營 然後放下一個瓦斯場 然後接下來出一個狂戰士之後 又出去放下了第二個主堡 然後再來補第二個瓦斯場 感覺真的是上一場的翻版 對 最主要還是要看看 我們的神速選手啊 他在科技轉型的時候要怎麼轉 就是他接下來他要怎麼樣的去做 他有可能是 他這感覺 我感覺這樣他可能有一點要換戰術的感覺啊 喔 果然啊 今天是放下了心機之門 對 為什麼我會覺得說他要換戰術 因為他的加速並沒有 是用在他的機械控制核心上面 你打散的那種士兵營壓制的話 你一開始只有三把加速會放在心口上面加速攻兵 之後所有的加速會全部丟在我們的機械控制核心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剛剛把這個 就是他的加速並不是全部放在我們的機械控制核心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判斷出來 他其實並不是要打一個之前的一個大把 所以果然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轉出了飛機場 好 這邊我們看到Fizz的狗樹即將就要升級完成 但是在我們神族神族的家裡這裡呢 二礦門口是已經蓋起了萬里長城 而飛進來這個蝗蟲就差那麼一點點啊 沒有看到關鍵建築物 可惜了 他會不會折返呢 你回去再看一眼好嗎 我好走一點好嗎 來不及了 哨兵出來了 來趕人送客啦 沒關係 因為第一隻鳳凰出來 有可能要直接先去打蝗蟲 有可能喔 對… 好 我們看到鳳凰是已經出來了 這下 蝗蟲一切都懂了 但是也交出了寶貴的性命 這時候我們Fizz的家裡 是不是應該要做些防空措施了呢 對 應該最好現在這時候趕緊把那個 把那個防空塔放下來 然後把礦給開了 然後再來就是要看他要準備要抱一波狗呢 還是呢 先把弓給補起來 因為抱一波狗的話 因為神族如果先出鳳凰的話 開三礦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啊 所以呢 如果他出鳳凰的話 你可以先抱一波狗 然後壓制住隊友三開 把隊友的營運節都打亂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我先把我的公民給補了 因為對方的壓制能力呢 也相對來說會小一些 好 這邊已經兩隻鳳凰 兩隻鳳凰在追殺王蟲 OK 進入包子華尼蟲的射程範圍了 對 但是還是被打掉有點可惜啊 這邊稍微損失了一些王蟲 不過基本上啊 神族都已經是這樣開了 基本上會損失這麼一切 是在合理的一個氣氛範圍內啊 不過在家裡我們看到 Daisy是放下了冶煉場 所以接下來應該還是以陸地部隊為主嗎 對對對 通常你看到冶煉場基本上就是 選擇要打一個淫運型的戰術 除非他是很早很早要放啊 就是說如果對方走了科技之後 又放了冶煉場 通常啊 通常是要走一個淫運型的大法 我們看到技術造場也放了 就是說鳳凰一飛 飛了 然後呢 偵察住你的一個 你的一個部隊走向 你的科技走向 之後呢 他就開始轉地面了 這個是一個很... 應該怎麼講 很主流的一個PVD的一個打法 目前來說 他待會會轉巨像 然後看他要是直接刪開還是轉巨像刪開 一般來說啊 現在已經不太轉巨像刪開了 就是直接先刪開 刪開之後呢 我在後面再轉巨像 這個是一個比較... 比較流行的一個打法 因為現在雙噴的威力比較強一點 你沒有三礦的話 很難跟對手正面做比拚啊 然後這邊我們看到 即使是有包子爬行蟲 那個鳳凰仗子他們人數眾多 還是不斷在旁邊呢 偷偷偷偷偷偷偷些工蟲 已經擊殺了七隻的工蟲了 對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工賓士的人口數量 是51比42 然後呢 是FITS落後啊 不是領先啦 FITS落後 它的礦數比較多 我們看到現在 Daisy才開了自己的三礦 對 這個是比較可惜喔 我不知道是哪邊出了一點問題喔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這個經濟其實並不好 然後現在這個時候 往三礦壓制的話 也已經有點晚了 已經有點晚了 這裡呢 我們看到 其實FITS這裡是先出了一些刺蛇 可是這個刺蛇的數量 並沒有比鳳王多多少啊 對 這個 直接被抬啊 這個有點麻煩 看是不是FITS要打一個 蟑螂跟刺蛇打一個三礦 三礦開起來的一個timing喔 可是數量真的不太夠它這樣打 我們看到目前只有16條狗 五台刺蛇 這個壓高三礦處 根本就等於是一個自殺的行為 所以它現在也只好先補工賓啦 對 對 對 先補工賓 然後把四礦給開起來 這也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但是要小心囉 因為現在神族的經濟是非常非常好的 三礦一開起來 它馬上可以把三礦開始營運起來 營運起來之後它的部隊量一補 然後我們看到科技也快要成型了 巨像塔現在只剩下這個不知道幾秒鐘 馬上就要好了 然後待會巨像一出來 三台巨像一頂有沒有 那個威力會非常非常的恐怖啊 我現在很怕 FITS到時候就是直接會被這一波給撐死 好 在這裡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看到在FITS的家裡 因為它進化是蓋得比較晚 現在我們看到刺蛇跟蟑螂的一攻才升級到一半 另外在神族的家裡 我記得它一公式應該升好了 現在升到一半的是一房 對 一公式已經好了 現在在升的是一房 所以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這個經濟上 Daisy已經領先了 現在工房上 Daisy又再一次的領先 對 對 對 而且最麻煩的是 巨像第一隻出來 馬上第二隻就要開始營 三巨像那個貪名壓過來 會非常非常的凶狠 而且FITS現在還稍微卡了一下人口 而且這個三巨像成型的時候 剛好它的遠程熱能割裂槍 它的射程也都升級好了 對 通常是這樣 通常是 遠程熱能割裂槍 它升級的時間剛好可以出兩台巨像 那我們通常會等一下等三台 因為兩台巨像的火力還不是特別的夠 而且你要經濟起來 你剛好就是把第三隻巨像出來的時候 你就差不多就三況飽和 然後差不多兵力都不好 直接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是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鳳凰真是太可惡了 對 就直接把對手的工兵 全部都殺光光了 這個很煩啊 你看目前已經殺了12隻工兵了 這有點多 不過也還算可以接受 只是很可惜就是 FITS在運營上還是出了一些 一些問題就導致 他前面並沒有領先的很多 我們看到三個兵贏在補 甚至這邊 四個兵贏 哎呀 這個 真的是要直接打三巨像 我們看到雖然說 剛剛這個一攻升好了 緊接著要升級蟲竹雙噴部隊的二攻 那也放下了感染蟲 然後再升級感染蟲的初始能量 但總感覺這個FITS的營運 已經慢慢落後了 Daisy 嗯 這時候出感染蟲 我覺得有點危險 因為這時候你兵量還不 哎呀 哇 Daisy還要在開礦啊 這有點兇狠啦 這個等於是給隊友的機會啊 噢 它這波不頂嗎 這波你看喔 我覺得有可能是假的 因為它兵移都已經補起來了 它兵移都已經補起來了 所以這一個主堡是放給它看嗎 有可能 因為其實啊 這個主堡放不放 不關乎它有沒有能力潛壓 它其實這波就已經有能力潛壓了 好的 Daisy 我們兩邊是擦身而過了 我們看到Daisy的大軍 就是已經來到FITS的二框後門 另外FITS的雙噴部隊 也是走到Daisy的二框後門 現在兩邊都在拆石頭 對 接下來就比的是家裡的防守了 我們看到FITS的這邊是 插了六根 七根 八根 八根的地刺 對 看有沒有機會 先把那個關鍵的刻意鍵 主力全部點掉 程度是有回程的 地刺全沒了 它應該不知道 對 它 哎呀 這邊 好 直接回就 我們看到Daisy的主力部隊 瞬間回到了自己的家裡 也解除了家裡的危機 這個二框主堡快爆了 對 看要不要把VR也順便點掉 VR跟並銀行還是算了 因為對手部隊量有點多 看它有沒有把具象科技 具象建築物不知道有沒有打掉 如果有打掉的話 那還可以 哎呀 沒有打掉 哇 這個有點可惜 反而是自己家裡 我們看到FITS的 剛剛那個蟑螂繁金場 是被砍到紅血爆了 對 我覺得很可惜 這一波神竹總共只損失的東西 叫做經濟而已 工兵數量應該也沒有死多少 工兵只死了7隻 神竹這一波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損失 其實是沒有太大損失的 它的科技全部都還在 這時候還可以 要產居項還可以產居項 它頂多就只是把工兵往事況拉 基本上它就沒有問題了 這邊 喔 剛剛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分平分的 不是應該說這個立場格的 非常的好啊 對 剛剛具象隊員有點落後 但是立場格太好了 具象沒有被點掉 幾經交戰 我們看到現在雖然說 FITS的總人口數 還是有領先Daisy 不過應該來講 這個優勢 還是應該在Daisy這邊多一點 要看這一波頂得怎麼樣 要看這一波頂得怎麼樣 這一波頂下來 因為Daisy現在比較麻煩 就是說FITS是已經三本已經在提了 感染從科技也要出來了 這個時候如果被定住的話 然後一個神包夾 喔 立場放得很好 母艦核心做到有個回程 這本來是一個三面夾攻 但是有一面呢 已經被立場解決掉了 但是... 喔 這一套上一劫 這個很凶狠啊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第一次是趕忙上前幫忙打 可是還是有一點太晚了 對 聽得起啊 剛才你從沒有定到 哎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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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從說我的手被改短之後 我常常就無力回舔 對 哎呦 布力量真的不太夠了 這波可能就真的要頂死了 就算不頂死 對吧 就算不頂死 這時候神竹只要回頭 把你的三框四框全部抬框 你就沒得打了 而且剛有這個眼尖的網友 還發現說好像Face的家裡 其實他們兩個感覺很吵 真的嗎 有點緊張是吧 對 可能是很緊張 手滑了 最後再次是由Daisy這裡取得 順利2比1 0 2比0 2比0 對 2比0 對 2比0 贏得了今天的比賽 在這裡 我們請教一下阿法老師 你覺得這個第二回合的關鍵點 是在哪裡呢 讓我想想看 我覺得主要還是前期他的營運 稍微出了一些問題 我們應該知道 一直到中後期他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來的 工兵數量其實一直都沒有領先 這對從書來說 他說這個鳳凰太會舉了啦 很可惡 其實鳳凰舉個七支 有時候其實還算可以接受 還算可以接受 因為鳳凰通常 再怎麼樣他都可以殺到一些東西 因為他飛過來 然後抬個兩三支 然後就飛走 回個能量 然後再飛過來 再抬個兩三支再飛走 對啊 你媽媽跟那個包子塔 其實是沒有足夠火力 能夠在對手 殺掉你的工兵之前 把他殺掉 是 所以多少都是會殺到一些 對 我又是想說 是不是這邊 鳳凰呢 也是剛講的說 殺了七支工兵 但是FIST 他這個補工兵的數量 不夠快 所以導致說 這個補充工兵的數量不足 也延緩了後期經濟的成長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關鍵 因為我們礦給人家多 工兵數量 比人家少少的十支左右 對 應該是 也有可能是因為 他三礦開的比較慢一點 他三礦其實很晚很晚才開 我們可以看到 他一直等到確定 對手是一個鳳凰線之後 他才把三礦給開起來 對 這個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導致他的工兵 以及這個經濟上 就是落後了非常非常多 好的 沒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FIST女朋友的表現了 讓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請記得回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